2月4日晚,2022年北京冬奥会正式启幕 随着开幕盛典脚步的一步步临近 冬奥氛围感已拉满 中国新闻网联合全球百家华文媒体 推出的冬奥24小时全球全媒体大型直播正在进行 直播镜头内外,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 一往事,送祝福,画期望 海外华侨华人一直高度关注 并积极支持北京冬奥会的申办筹办 只要是咱们中国冬奥运动也好 这个夏季奥运动也好 我们都觉得这和我们息息相关 作为中华民族的分子 北京深奥成功也好 成功举办奥运也好 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值得自豪高兴的事情 我特别期盼咱们这一次北京冬奥 再次向全世界展示咱们北京的风采 咱们中国的风采 在当前全球新冠疫情仍蔓延的背景下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更是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人们期待一届成功的冬奥会带来的振奋 冬奥会提出来的简约 安全精彩 我觉得在这时候就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智慧 就是我们国家的定力和对体育的深刻理解 另外我们高科技的设备 加上运动员的高水平 那一定是非常精彩 检阅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 这几个关键词显示了中国在特殊条件下 扯办冬奥会的务实成熟和定力 这让我们更有信心 相信本届冬奥会一定会办成精彩 卓越的盛会 在直播镜头外 更多的海外华侨华人 为迎接北京冬奥会而欢呼雀跃 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策划并举行了 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 抒发举办冬奥的民族荣光 感受冰雪运动的热烈氛围 华裔青少年们纷纷结合冬奥主题 将所思所想呈现于画笔之下 荣静歌声之中 彰显海外中华儿女的冬奥情节赤子之心